高雄市政府推动食农教育 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办2019未来亲子也参与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共襄顺举 副市长叶匡时感谢远见天下文化教育基金会 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家长有机会带着孩子走出户外 并透过活动了解安心饮食的重要 及培养正确均衡饮食的价值观 能气团来袭户外天气冷嗖嗖 不过凹子底森林公园却是热闹滚滚 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跟远近天下文化教育基金会 共同举办的2019未来亲子也参与 7号下午盛大登场 副市长叶匡时亲临现场跟家长小朋友同乐 受到热烈欢迎 叶匡时表示科技进步相对减少了家人之间的互动 亲子也参与不但是嘉年华的美食饗宴 也能够让全家更具邻居力和乐融融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方面大家跟爸爸妈妈 我们家庭大家可以更能够和乐融融 另外一方面对我们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小朋友大家不要只要知道 肚子饿了吃下东西 你自己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对你身体的影响是什么 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与野餐活动 叶匡时也相当开心 他表示野餐日可以让大家了解饮食不只是吃饱 还可以建立完善的饮食思维 活动当中还有许多在地的小农参与 让食欲成为孩子成长的一种学习 今天我们有很多特别的我们高雄在地的小农 今天也对我来 各位有机会的时候跟这个在地的小农多接触 然后再进一步有机会的请爸爸妈妈 带你们去那小农的地方 跟那些小农们一起来跟踪 教育局今年也提供了30组野餐店跟茶点 邀请弱势家庭跟育幼院的孩子们参加 期盼透过野餐活动成果展示 实践家庭陪伴的核心价值 记者王思武 吴炳源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